原住民时尚新秀甄选季跨域共创计划记者会当中 由专业的模特以走秀的方式来展出 而设计师也说明了时尚服饰的创作理念 让世界看见原住民时尚的魅力还有美好 首届的原住民时尚设计新秀大伞 以及邀请周俊、何廷宇、张军浩等三位设计师 搭配花林县供应师的胡秀兰、林佩隆、温秀之 以跨越方式结合共同创作时尚服饰作品 它的灵感是来自我们泰鲁格族的传统服饰的方衣系统 如果大家有了解传统服的话 知道我们泰鲁格族的族服都是正方形、长方形 然后凭结而成的 用这样的版型来去设计 穿在衣服身上会跟服装有不同的角度 会产生不一样的互动 那期待在这次跟秀兰老师的合作当中 然后可以有更多不一样的创意及灵感 那透过这次的创作 然后让更多人看见台湾原住民的文化 更重要是让这样独特的文化艺术 跟时尚有所连结嘛 那也让这样美丽的文化用时尚的方式去传承下去 我们秀兰乡的尤其是文官科 其实我们一直在栽培现代的年轻人 因为他们回乡要有工作要有技术 所以这段时间大概花了五六年的时间了 尤其这两三年是特别从职务开始 怎么去把我们的线材弄出来 然后它的过程其实是经过霸道程序 然后再织再做服装 县府原住民行政处部落经济科科长邓可伦表示 花园县这几年来不断努力在做育彩培育流彩滥彩的工作 希望透过鼓励年轻人创新创业的方式 促进花园整体发展和提升 为了鼓励更多原住民新秀发挥创作才华以及活力 县府特别举办这次征选国动 向全台所有原住民族人发出邀请 只要具备原住民身份 部分县市科系年龄等等都能够报名参加 并有机会赢得首奖十万元 总奖金四十万元奖金 作品将会在县府举办的大型活动当中 由专业模特的组织方式来展出 让世界看见原住民时尚的魅力以及美好 记者金鸿鸣 欢迎收看